各位观众想看最新的节目 请按这个钟 订阅工联业华YouTube频道 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集的工联业华 2021年煤气公司在有盈利之下 就是冻新的 在今年2022年疫情十分严重 但是煤气公司的员工 坚守岗位服务市民 工会就希望今年煤气公司 可以能够接纳工会的诉求 小月今集 工联业华就请到 我旁边这位就是 香港中华煤气华原职工会的主席 孔继鸣 明哥 你好 还有就是副主席 就是李卓文 阿文哥 一起讲一下 工会有哪一方面的诉求 是帮助工友去反映的 明哥 今年工会有什么诉求 工会今年要求滑一加薪 因为去年冻新 今年要求加薪不少于5% 明哥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现在的行业状况是怎样的 其实我们煤气公司的行业 是香港一个很主要的气体公司 因为它不是专利的 但是它是大部分香港用的气体里面的一间大公司 在这个疫情里面 其实我们都没有停过工的 有在家工作 但是没有停过工 因为我们都要提供一个社会的服务 给大众的服务来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的同事是坚守岗位 在任何情况都会为客户提供一切的公共服务 就是这样 是啊 文哥 其实过去一年 究竟煤气公司的业绩又是怎样呢 直到去年12月为止 公司是有赚了50亿1700万 去年来说 就是下跌了16.5% 虽然如此 但是公司在其他方面 仍然都是有增长的 例如客户的数量是提升了1.1% 例如销售工具方面也有增长 又例如在内地的项目方面也有增长 也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 公司的盈利也会有增长的 因为无论在客户 还是集团的项目里面 都是有这个增长的 所以我深信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公司的盈利是会更加有增长的 其实公司已经是赚开钱了 其实去年又赚钱 今年或者是前年也是赚钱的 因为其实今年的数据还未出 但是如果我们看看 过去就说2020再加2021年 其实在这个煤气公司来说 其实在这个煤气公司来说 都是有钱赚的 所以其实如果按比例来说 其实工会相对有一定的要求和诉求 都是合理的 另外其实都知道前线的维修人员 在过去一年甚至是过去两年 在疫情之下其实都是尽忠职手去 去继续在前线去工作 其实可能都会冒着一些有机会染疫的风险 就是会不会在上门去做维修服务的时候 都遇到一些的挑战 首先来说公司都很好 他对我们的员工 比如说提供的物资、口罩、保护衣、搓手液 都很齐全的 但是在员工之间 大家其实心里面都是有一个担忧 自己中招固然不好 如果惹到回家就更加不想 大家都是抱着一个战战兢兢的心态 有时想到客人到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当初我们每次接一单工作的时候 也都有问过客人 你有没有检疫啊 十个、九个都说没有了 但是你细猜不到当签名的时候 我居然看到他的手带 那就是作为我们一个前线的员工 是很无奈的 但是没有办法 为了完成公司的使命 那我们亦都要尽量去做 但是遇到以上这些情况 我们是真的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得到的 唯独是自求多福 好幸好 好像刚才阿文哥所说 公司亦都有足够的装备 可以给到前线的工友 但是呢 其实对于一些前线工友 可能穿了足够的防护衣 但是相对来说 因为他可能要检查这样检查那样的时候 就可能对于他们的工作层面上的灵活性 可能亦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会的 就好像我自己的部门 是处理紧急维修的 就算是明知道客户是在检疫中 如果是牵涉到一些有危险性的时候 我们都是要面对 要上去处理 因为是要确保客户的安全 那公司会不会安排一些特定 例如闭环式的一个操作 例如可能安排一些酒店 去给一些前线的同事 或者是特定安排一些可能住宿的一些环境 津贴等 他可以 不会自己出去 可能受感染的风险又高 那回到家 有机会是感染到家人 而提供相关的津贴 讲到闭环式的管理 暂时没有 但是公司在物资充裕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知道 疫情的初期 所有物资都是很紧缺的 但是当物资充裕的时候 譬如说检测棒 我们每天可能上班之前都会做一次 要确保自己 确保同事 也都确保客人的安全 另外一方面 如果一旦不幸运 是染了疫 公司也都不会扣你薪金 是有7天 最初期是14天 疫情假 是给你回去好好休息 直至到全域为止 才再上班 是的 大家都有一个保障 会不会有一些客户 其实是担心前线的工友 他都经常到处走 可能他染疫他的风险比较高 又拒绝他上门去做维修 就是他约的 当然了 我们都会做回自己的本分 有些客人是要求 在帮着他的面子做一次检测 然后才让我们入屋 也都大有人在 是的 那就是可能 那些前线工友 要随时带定一些检测棒 真的要 但是如果譬如 在疫情之下 一些接单率 会不会有影响 在这方面 将心比心 疫情期间 大家 哪个有事也都不想 哪个惹哪个也都不知 这些单率的数量 是有减低的 尤其是对一些外判工来说 他们的收入影响是最大的 是 有些可能真的几个月 都已经没有公开了 可能是转了行 甚至乎是暂时做着其他东西先 也都不出奇的 因为我有时候见到 就有些维修人员 可能他都是去看一下 那些煤气 会不会有洩漏的情况 尤其可能 包括洗澡那些煤气炉 或者是厨房煮食的一些 另外 也会去看一下 会不会有些地方 是有些洩漏的情况 可能他有些工作 上到门的时候 就要入屋 其实好像刚才所说 有机会感染到 入屋 因为可能一家 可能有几口在这里 又不知哪一个 有机会是染疫的情况之下 可能他们那个 虽然穿着防护衣 但是始终 一进入到一个 有机会是 好像刚才说 戴着手带的一个环境 可能染疫的风险 也相对来说 提高了 所以相比之下 好像一些 一些大厦的保安 或者是一些清洁的工友来说 其实他们同样 都是一些受感染的风险 也都是提高了 所以这里应该 好像工会之前也提过 就是应该 政府提供相关的抗疫津贴 是给一些前线的工友的 如果有的当然最好 除了前线 我们所想的上门的维修 其实我们在陈列室的同事 也都是首当其冲的 大家面对面 这样去接待客人 和他去处理他所需要的问题 其实大家的距离 不要说1.5米 0.5米都没有 嗯 那那个情况 最容易出现问题 如果我们太过要求人客 那又好像对对方 有一个 你歧视我 就是会存在一个这样的矛盾 是的 明哥 其实工会今年要求 就是加薪有5% 那其实就除了加薪之外 工会还有没有其他诉求想反映 其实都有的 我们都跟公司的人事部 都讲过这件事 除了加薪之外 其实有些津贴 因为我们很多津贴在公司 多年都没有调整过 嗯 好像我们现在 2000年入职的同事 他们已经不像一般旧职的同事 就是这样 补水是 乘1.5% 乘1.5% 那样的 它是定了一个津贴 就是一百零多元 是的 就已经定了 但是这个津贴呢 很多年都没有调整过 嗯 那变了其实它是追不上通胀的 是 就算公司有人工加都好 津贴都不会动 嗯 那变了我们要求呢 就是除了加薪以外呢 各方面 就是这个津贴是其中的一种 各方面的津贴呢 都要做适度的调整 嗯 这才是最重要的 嗯 还有最后一件事 就是因为过去这个五期的疫情 是 公司对我们的同事 在前线 尤其是在最前线那一班 他们尽忠释手去为公司服务 但是公司好像没有 一个任何的表示 是 是 那变了我觉得这些应该是公司 要为这一班同事 作一个适当的鼓励 嗯 这样才对的 嗯 那其实之前就是 都有出信 给公司 那其实公司 会不会有一些 初步的回复 或者反应 是给公务的呢 其实公司都没有的 每年我们 大概在三四月左右 我们公会都会有一封 要求加深信给公司的 嗯 但是公司呢 就是从来呢 都不会找我们会商讨 关于加深的问题 是 那是一直直至 7月 我们公布加深了 嗯 那时候我们才得知 公司究竟那年 有多少人加 或者有没有加 啊 所以我希望公司 能够 日后在加深这个问题上面 趁加到透明度 多些跟公会沟通 是 保持良好的沟通 那就最好了 嗯 其实是的 因为有良好的沟通 其实那个 勞资关系呢 才会更加是融合的 没错 那更加融合 那些同事 那些同事 那公司就付出 多少少的一个 资金 资源 是的 但是呢 对于同事来说 是多一份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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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员工 是 人工的调整 另外有些 譬如 对于一些前线的同事 有多一份抗疫的一个津贴 嗯 嗯 其实 就是去调整这个 新一年度的一个工资的一个比例 是的 那今集的工联业话又来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集再见啦 拜拜 拜拜